安养中心内一名男子坐在病床上 照服员喂食完 男子却一动也不动 叫来护理人员用棉棒伸入喉咙内 男子不幸身亡 家属指扣护理之家 没有及时将男子送医 事发在高雄子观一间护理之家 53岁的男子3月份入住 家属4月中就突然接到死讯 对于监视器画面发现 男子当天有两次想吐的表情 但外籍照服员还是选择继续喂食 直到噎到头向上仰 才去通知护理师来抽谈 最后仍不幸断气 家属非常生气 质疑护理之家没有及时送医 而且当下只有一个护理师 没办法应付状况 明显有疏失 而外申局接获通报之后 前往调查查出这名护理人员 并没有取得合格的执照 却在执行抽谈的护理业务 最高可以裁罚15万元 而机构没有善尽督导责任 也将裁罚最高30万元 至于监视器画面 目前已经移送到检调单位 究竟有没有疏失 检警还在森板当中 当山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